50多天 行脚5000多里 静安寺的坊长惠明法师从上海出发 最后到达峨眉山 他曾发愿要行脚四大名山 已经在2000年到过九华山 2011年行脚到五台山 行脚本应该是出家人的本分事 今天就成了稀奇的事 行脚不但可以参访善知识 还能看到山和大地 不同的众生 惠明法师带着其他的行脚僧人 天还没亮的时候 就开始了一天的行程 由居室开着车灯照亮道路 他们走得飞快 每天平均要花七个小时 走三十多公里的路 每到中途休息的时候 僧人们都会用手捶着酸痛的小腿 脚上磨的水泡 常常是旧的还没退去 又会增添心的 即便如此的辛苦 他们还是默默地上完药 并没有因此耽误继续前行的路 行脚的路上 天气也是非常的多变 有时候是热辣的太阳 有时候又变成了大雾 或者连绵的下雨天 每当路上遇到被抓起来的动物时 惠明法师都会买下来 然后将这些动物放了 看到被遗弃和受伤的小狗时 也会加以救治 本着众生平等的原则 他还会随缘不失 需要帮助的人